在校园的小田园中 狐狸猫和同学们一起整理着种植的植物 生物老师正好经过 发现狐狸猫们围着豌豆热烈地讨论着 你们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好奇怪哦 上次我种豌豆时 拿到的豌豆种子有圆形和皱皮的 种出来的豌豆精的高度有高精、矮精 我就在想 是不是因为圆形种子营养比较充足 长出来就是高精 皱皮种子营养不充足 所以长出矮精来 结果呢? 这次我种下的都是圆形豆 结果豌豆还是有高精、矮精的差别 跟我假设的不一样 而且花的颜色有紫色、有白色 斜出的豆莢有绿色、有黄色 它们会不会是不同种的豌豆啊? 这些豌豆都是同一种啦 只是它们的外形有很多种表现 就是前面我们学到的 性状表征不同 就我所知 豌豆有七种明显的形状 分别是种子的形状 有圆形和皱皮 种子的颜色 有黄、有绿 豆莢的形状 有膨胀、有皱缩 豆莢颜色 有绿色、有黄色 花朵的颜色 有紫色、有白色 花朵的位置 有叶声、有顶声 筋的长度有高筋、有矮筋 很好 当年有一位名字叫 孟德尔的神父 也是这样开始研究的 神父也要种豌豆啊 这就要从他的小时候说起 孟德尔生长在电农家庭 体弱的他不是干活的料 却很喜欢读书 在姐妹的支柱下得以求学 平时靠着自己半工半读来完成学业 1840年 孟德尔进入奥尔米兹大学哲学系就读 除了主修哲学课以外 他也非常喜欢数学课 而这奠定了孟德尔往后研究的计算基础 然而迫于经济压力 孟德尔经由大学老师介绍 进入修道院担任修士 除此之外 孟德尔也积极地考取教师资格 同时也在维也纳大学进修科学教育 虽然他始终并未取得教师资格 但孟德尔在1854年回到布鲁诺后 在当地学校也教了足足14年的时间 咦?没有说到豌豆啊 别急,就是在这14年间 那时候的孟德尔为了改善农民的收成 以及想要了解遗传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因此就在修道院的后院 进行豌豆的培育与研究 但为什么要用豌豆啊 不能用其他种类的植物吗? 我在书上看到 豌豆因为价格便宜 容易培养 特征明显 生长期短 产生子带量多 而且因为是自花兽粉 因此兽粉过程可以用人为控制 进行人工易花兽粉 所以成为研究遗传时的实验对象 真的耶 我观察到豌豆的花 和一般的花朵长得不一样 它的雄蕊和雌蕊 被一层特殊的花瓣包起来 不像一般的花在开花时 花瓣会打开 让雄蕊和雌蕊跑出来 感觉上可以隔离外面的花粉 让自己雄蕊的花粉 和自己的雌蕊受粉 原来 这就叫自花兽粉啦 孟德尔是怎么开始研究的 孟德尔就像你们 发现种下的豌豆长大后 与预想的不同 你们猜猜 高筋和矮筋生下的子带会是什么 有高筋也有矮筋啊 但是孟德尔做的实验却观察到 有些子带跟卖卖推测的一样 有高筋也有矮筋 但有些子带却全是高筋 如果是你们 接下来会怎么设计实验呢 老师 孟德尔用的豌豆是纯种的吗 我们会说纯品系 孟德尔先让高筋豌豆自花兽粉 连续繁殖好几代 如果后代都是高筋 就可以确定是高筋的纯品系 同样的步骤 孟德尔也培育出纯品系的矮筋 接下来就让纯品系高筋 和纯品系矮筋人工授粉 等结出豌豆种子后 再把这些种子种下 观察子带筋的高矮 孟德尔让纯品系高筋 和纯品系矮筋交配产生的豌豆子带 我们称为第一子带 竟然全都是高筋的 矮筋都不见了 好奇怪 所以接下来孟德尔 将这些第一子带的高筋豌豆 让它们自花兽粉后 结果竟然发现 原来在第一子带消失的矮筋 在第二子带又出现了 第二子带出现高筋787株 矮筋277株 高筋和矮筋的个体数比例 大约是3比1 为什么矮筋又跑出来了 感觉上高筋比较强势 矮筋比较弱势 我也这么认为 所以高筋和矮筋兽粉 后代的矮筋就被隐藏了 你们跟孟德尔想的一样哦 孟德尔将第一子带表现出的高筋 称为显性表征 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矮筋称为 隐性表征 他认为 弯豆内有一种跟遗传有关的东西 他称这个东西为 遗传因子 可以决定性状的表现 有显性和隐性这两种形式 为了方便记录 他将显性遗传因子 以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隐性遗传因子 就以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例如高筋的显性遗传因子 以大写的T表示 矮筋的隐性遗传因子 以小写的T表示 所以图上这些高筋 就是大写的T 矮筋就是小写的T吗? 可是依据实验结果 如果第一子带 都是高筋大写的T 自花兽粉 要怎么产生第二子带的矮筋 小写的T呢? 以我推测 控制这个形状的遗传因子 应该有两个 所以我认为 纯品系高筋的遗传因子 是大T大T 纯品系矮筋的遗传因子 是小T小T 那如果遗传因子的组合 是大T小T呢? 是高筋还是矮筋呢? 因为大T是显性遗传因子 所以只要有大T的 不论是大T大T或大T小T 都会表现出高筋的显性表征 而没有显性遗传因子的 小T小T个体 则表现出矮筋的隐性表征 我也认为 豌豆青带都有两个遗传因子 会各分一个给子带 所以大T大T给一个大T 小T小T给一个小T 这样组合起来 第一子带就是大T小T 表现出高筋的表征 也就符合 孟德尔对第一子带的观察结果 很厉害! 孟德尔也是这么想的 至于孟德尔提出 化时代的遗传理论 让它成为背后人 尊称为遗传学之父的内容 我们下支影片再继续介绍哦! 影响豌豆种子颜色的遗传基因 有两种形式 一种为显性 使种子呈现黄色 以大Y表示 另一种为隐性 使种子呈现绿色 以小Y表示 则遗传因子组合 大Y大Y 大Y小Y 小Y小Y 表现出的种子颜色 分别为和 A 黄色 绿色 绿色 B 黄色 绿色 黄色 C 绿色 黄色 黄色 D 黄色 黄色 绿色 正确答案是 D